这可以蒸过过的 这它入口必须要脆才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普类 来 用先做好菜 提出健康来 最早都是用野菜 来做普类 现在咱们用菠菜 大头菜等等一些个青菜 绿叶菜都能做普类 今天我们用的 也是比较简单 大头菜 现在开始把它切成丝 这样切 丝呢 是不规则的丝 你像这个地方 要厚点 厚一点就厚一点 问题不大 滚刀切 出一点细一点 等一下都行 把根调的完美 颜色做的好看 这是关键 这个大头菜 里面配上点 胡萝卜丝 好看 增加一下营养 洗一下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菜呀 各种绿叶菜 这个季节 非常多 你想哪一种都能做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面粉 放里 二两 这个 玉米面 放里二两 上下 这么一半 如果面粉要多了 再往里头少加上点水 往里攒点水 让它厚点 沾的这个面粉 这样呢 就可以当主食吃 当菜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水分还真够足 再加上点面粉 现在这面粉 加里有多少 四两 白面 二两 玉米面 一散用 玉米面 都可以 都可以 朋友们 咱们看看 这个 挂这个面 这个程度 这样才好 看不着 那个主料的颜色 那种感觉 你就知道它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不要太厚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往锅里撒 这样往锅里撒就行 并加盐 什么也不加 就这样就可以 好了 一会见 上旋气 四分钟就好 来 朋友们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把这个 蒜 通 啊 切一下 蒜呢 就这么拍 拍的时候 要看啊 自己家那个刀 借不借实啊 有的那个刀啊 工艺啊 不一样啊 一拍的刀吧 就完了啊 注意点 别把这个刀 弄坏了啊 现在呢 把这个蒜 放到这个碗里 再把这个葱 切成 末 哎 这就完事 啊 这个汁呢 叫香油汁 上面要浇油 啪啦 一响啊 这味儿太漂亮了 生抽 半两 酱油 半两 醋 老陈醋 25克 辣椒面 放到中间啊 再加上 花椒面啊 必须是花椒面 没有花椒面可以不放啊 少放一点点 哎 这才好 哎 来 来上一点香油 放到这儿带用 来 朋友们 时间到 哎 这玉米面的味儿啊 非常好闻啊 熟了开 凉一凉 再往盘里装 朋友们 你看啊 往这里一装啊 可好看了 可好看了 吃呢 也非常好吃 喜欢呢 这么做 不喜欢呢 还可以插点薯豆丝放里头啊 两样加一块 或者呢 放点芹菜 啊 有嚼劲的 这种呢 我这个多 你看啊 这么老多 我这是蒸的四分钟 你要是蒸我半颗菜啊 大致就是在两分半钟就可以 别给蒸过锅了 吃的不脆 那就失败了啊 吃的入口 必须要脆 才好 朋友们看啊 要非常散落 才好啊 别做黏糊糊的 那就错了啊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 汁 放到 小碟里 小碗里都行啊 这么站着吃啊 也有的朋友呢 直接给它拌了 拌了也是不错的啊 嗯 站着吃啊 比较原始的做法 再拌了吃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味啊 是相当相当的棒啊 就是两两个版本啊 这么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像这种啊 突出那种青椒 这个青椒的质量啊 你可以控制吃两口啊 站着再吃两口 或者呢 你加这一大株啊 少占一点点汁的一种吃法 非常好吃 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 咱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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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看看